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新说项羽传 今天咱们讲第二十二回 怀王之约的下集 谁是听众 上一回咱们说到秦国雅铃 是吧 楚怀王的怀王之约 是要谁去举这个雅铃呢 怀王之约是说给谁听的 这其实是个非常关键 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新说项羽传 今天咱们讲第二十二回 怀王之约的下集 谁是听众 上一回咱们说到秦国雅铃 是吧 楚怀王的怀王之约 是要谁去举这个雅铃呢 怀王之约是说给谁听的 这其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时候项羽的部队 原来的楚国的军 楚国的政府军已经打光了 当年陈胜的那些手下 有的逃离了楚国 有的已经被消灭了 反正农民军这股势力 现在已经不足了 现在怀王到底靠谁呢 天下现在最大的一支 上位参战的武装 就是楚国的南楚贵族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 他们没有参加对秦国的战争 所以他们的实力保存了下来 在陈胜起义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卷进来 后来虽然他们支持了周文 是吧 但是最终他们是被张寒击溃了 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到了到了向良 向良连正眼都不看他们 这帮人竟然啊 在现在站出来 成了最大的一股胜利军 在关键时刻 楚国的贵族 他们将扮演压倒张寒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刻 怀王掌握了政权 楚国贵族是怀王 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但是这帮人啊 从历史上看 他们私心中 没有点利益 你不给他们些甜头 这帮人谁也不肯向前 怀王之约 跟大家说 从哪个方向看 都是一个经典的开国宣言 楚怀王的话 楚国贵族立刻就听懂了 把以天下最大的一个利益 激励这帮自私鬼 向前 贵族于是 立刻就行动起来 除了楚国的贵族 还有两个人 也看懂了形势 做不住了 所以大家往下听 四个人最后成为这出大戏的主角 第一个是宋义 宋义是贵族 是吧 这个时候 他是楚国的大将军 台大将军 还是有名的一个大将军 叫冠军大将军 就是将军头 不是大元帅的大元帅 大元帅要楚王败的 就这个意思 宋义呢 看出了这里边的利益 这个天下 谁有兵 将来谁就有地盘 有地盘 不用人封 就可以称王 你看看这个天下 哪有一个王侯将相 是别人封的 但是 他这个冠军将军 只是个名号 有名无实 手里没有兵 所以 怀王之约 这一下达 一下子就点燃了宋义心中的火 说宋义 是想以冠军将军 带领储君出战 占领咸阳吗 恐怕呀 宋义压根也没这么想 当不当秦王 这不一定是宋义的目标 但是手握重兵 拥兵自重 搞军阀割据 从后来的形势 看这是宋义的想法 后来他就是这么干的 宋义是当时楚国的第一将军 他带军出征 毫无争议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宋义虽然带领着楚国贵族的军队 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 怀王之约只是为宋义提供了一个机会 把这个冠军将军变成手握重兵的实权元帅 这是宋义想要的 第二个被怀王之约 范增被司马迁塑造成一个儒学大家的形象 是吧 范增在史书中是一个发自内心狂热的认为 应该辅佐一位君主 成就一番霸业 但你听好 范增选中的君王 大家仔细看 不是相家 而是楚怀王 范增给向良出主 也复辟的楚怀王 在这之后又鼓动楚国军队 集结成怀王的卫队 这就是所谓的八千子弟兵 作为这八千子弟兵的精神领袖 范增一直对这支部队有控制 此刻范增也希望出征 带领楚国的贵族军团去去替楚王 迎娶天下这个最荣耀的胜利 所以楚国贵族积极响应了楚王之约 不但楚国的贵族行动了 连支持贵族的这些人 范增他们也参与进来 范增最后是监军 带领着八千贵族子弟参加了宋义的部队 宋义是元帅 是元帅 是吧 范增是政委 但是 但是你听说过 说哪一场战役是宋义打的吗 哪一场战役是范增打的吗 我没听说过 所以这两个人呢 实际上是两个没打过仗的人 这 这不是胡闹吗 是吧 这怎么去打仗呢 至少在这支队伍里 还得有一个 找一个专业人士 打过仗的人呢 于是这就有了第三个人 项羽 项梁死后 项羽就没有了依靠 楚王进驻彭城以后 调项羽 到彭城以东 调刘邦 到彭城以西 然后呢随后就剥夺了这两个人的兵权 项羽被封了一个莫等的侯爵 然后 然后被任命为一个偏将军 偏将军哪 这个职务很有意思 偏将军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将军的待遇 你拿着侯爵的俸禄 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但是没有兵权 你永远是副官 无论你什么时候出征 你都是偏将军 你上边总有一个将军在你的头上 项羽是怀王唤起的第三个人 项羽主动就参加了这个宋万这支部队 而宋义啊 宋义这支部队 宋义也知道项羽这个人特别能打 所以也愿意带着他出征 宋义不怕项羽 项羽手里没有军队 你就是在闹腾 你能怎么着 是吧 宋义认为自己完全能拿得住项羽 这才带着项羽去的 项羽这次出征 是作为宋义的副将出征的 这样宋义的部队就有了 宋义是主将 项羽是副将 范增是监军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理论上说 所有的军队都在宋义的掌握之中 项羽只是副将 他没有自己的军队 但是有一件事可能宋义啊 没有想到 他的部队中啊 有很奇怪的一拨人 这拨人就是宋义以为忠于自己的那八千子弟兵 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自己和范增不是一条心的时候 这些人会听谁的 这以后是闹出了事情的 是吧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后来有的矛盾 这三个人本来就是各怀心腹事 是因为怀王之约 他们临时的走到了一起 但是目的不同 除了所谓的这叫主流的三个人 是吧 第四个被怀王之约 惊醒的人就是刘邦 刘邦的创业路啊 真的是太艰辛了 是吧 作为一个平民 哎呀 在那个在那个时代真的很难混 这个咱们讲 讲萧和传 讲讲张良传的事 咱们咱们都讲过了 刘邦创业很早 是吧 最早他的这个配线团队 第一轮融资的时候 就就被向良给收去了 是吧 后来呢 这个刘邦靠聪明 是吧 靠给这个向良当刚儿子 哎 刘邦又从向良那呢 获得了一点分红 又被任命为带领步兵 后来去去进攻齐县 然后呢 又又和几路人马组成联军 去围攻蒲养 但是向良死了以后 向良给的这点分红 又在第二次融资的时候 被楚王化走了 所以现在的刘邦 除了自己的核心团队 就是所谓的配线五人组 大家还记得这配线五人组吗 刘邦 萧和 曹参 夏侯英 凡快 这叫配线五人组 除了这配线五人组 这个刘邦现在收益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大堆的好人员 刘邦这个人呢 最大的特点 跟大家说 这个人的人缘特别好 和谁都认识 和谁都能 都是朋友 都能说得上话 刘邦是个情商非常高的人 高到报表的那种 其实历史上啊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刘邦 是吧 大家很多人都说刘邦啊 这个人是个势力小人 掌柜眼中我跟你说 刘邦和宋江是一类人 刘邦是宋江家无用 就这么厉害 刘邦现在知道一件事 是吧 天下已经打乱 到处都是散兵游泳 这帮人需要一个领袖 要是他们抱成团 哎 他们算是英雄 要是抱不成团 他们就是强盗 只要自己有个名头 有个来头 登高一户 哎呀 真的天下就会响应 这就是咱们现在的那些 大V 是吧 拼命制造IP 这是一个道理的 你只要搞出一点响动 造出一个大的噱头 这呀 这风头有的是 而只要有粮食 在这个乱世 肯吃粮当兵的人 到处都是 刘邦真的就是沿着这个 所谓网红的这个路数来着 搞噱头 就能就能得到粮食 有了粮食 就不愁没有粉丝 粉丝多了 哎 就有就有更多的愿意给你粮食的人 刘邦于是也行动起来 各种努力 刘邦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咱们说了 就是人缘好 最后忽悠的这楚怀王啊 给了刘邦一个将军的头衔 又给了刘邦一个一个命令 楚怀王命令刘邦 招兵 你去讨伐秦国 刘邦的 刘邦自己刻了个图章 搁几个凑钱 做了面大旗 这这搁五个啊 就高举着这杆大旗 怀里揣着图章 离开彭城 这就要要灭亡秦国 此时的刘邦啊 其实对于能不能灭亡秦国 这件事 心里恐怕也没底 但是一定有一种说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的那种快乐 真的 刘邦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刘邦天生就不是给人打工的命 命里注定 刘邦是个要自己创业的人 四拨人 出征的时候 但是只有一路人啊 有人马 宋义带领着储君 项羽以副官的身份 跟随 而范增呢 范增作为楚王的先 这个亲信 他是监军 带领着八千四级兵 随同出征 宋义心里未必高兴 这范增算是怎么回事 问题是 这支军队只有两到三万人 这是 这是楚国当时 贵族们的全部家当 另一路呢 另一路就刘邦 刘邦是自己走的 跟他们不是一回事 这支部队算上 他们的大将军 一共五个人 你想吧 五个人 举着赶 大旗怀里踹着突然 灭秦了呀 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可笑 但是后来的事实 其实证明 刘邦的创业成功了 成功就成功在 刘邦看准了一个缝隙 很多创业成功的人 他们一开始都是办成的一些小事 一个很小的商机 别人甚至于拉不下脸来做 你做了 你就成了 创业九死一生 其实越是那个去这个挤 那个大道里的人 越是死得早 成功的都是小商机 宋义带领的储君 就朝着围典打员的邯郸 这个围典打员的这个张涵 朝着这个方向就就去 一切就正向着楚怀王 怀王之约的方向在前进 可是突然这件事啊 发生了意外 到了张河岸边 那离离邯郸 离这个信都已经没有多远了 宋义突然就不走了 为什么呢 好了 这一回咱们的时间到了 咱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的故事啊 继续 对于这一回咱们的时间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